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074集 此时 天宫座大营 姬吾雪 姬如月 游千雪等人都通过监控画面看到了这浩瀚的雷劫一幕 这雷劫之力又出现了 那真龙族人难道是 姬吾雪他们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个个纷纷变色 古亥秘境之中 哗啦哗啦的降临的天道气息越来越恐怖 而那恐怖的雷云在天宫之中凝聚 从凝聚到极致的时候 轰隆一声 一道道恐怖的雷光瞬间如同是一条条的雷龙一般 朝着秦晨疯狂地轰落了下来 那些雷光滚滚化作漫天的雷雨 雷光涌动像是汪洋一般地倾斜下来 这场景太恐怖 轰隆一声 无尽的天雷瞬间穿透了古亥秘境的虚空 直接是落入到了秦晨的所在 霹雳爬啦的 顷刻间古亥秘境所在 全部都是一片雷海 将秦晨给吞没掉 不好 那小子在突破 孤山天尊等人见状纷纷变色 这种时候 这真龙族的小子居然还在突破 虽然秦晨即便是突破 也只是帝尊境界 可不知道为什么 众人心中都有一种莫名的境界 呵呵呵 我去 金龙天尊大赫 在五大天尊的攻击下 却是畅快地大笑 狂笑不得 那真龙族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在突破 这心还真是大 不过他也好奇 清晨突破 为什么会引来浩瀚雷劫呢 那滚滚雷云的气息 连他也感到了一丝心境 不能让他突破 这是古骸秘境中 五大天尊的第一个年 追星天尊 你去阻止他突破 我们四个困住金龙天尊 好 追星天尊沉生 直接脱离了战团 冲向了秦城 不好 金龙天尊变色 怒吼 你们的对手是我 轰了 金龙天尊身上浩瀚的万林河 河流暗影 对着追星天尊 疯狂地杀了过去 你的对手是我们 不删天尊冷冻 他的身体中 一座巍峨的神山悬浮 直接是镇压了下 结合熔岩天尊的熔岩魔火长河 以及明海天尊的深海魔方 混住了金龙天尊 不给他支援秦城的结火 小子 去死吧 追星天尊 周身浮现出了漫天星辰 无数的星光凝聚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星辰首场 朝着汪洋雷海中的秦城 抓涉而去 只是 他的手刚触碰到那漫天雷光 忽然轰咔一声 万族战场上凝聚的无尽雷云之中 仿佛是感受到了一股天尊外力 一道如同是天柱般粗大的黑色雷霆 从那雷云之中轰然轰落下来 砰的一声 恐怖的黑色雷霆柱子轰落而下 瞬间就将坠星天尊所化的星辰巨首 轰爆了开来 并且 一道道的雷光蜿蜒如雷蛇 朝着坠星天尊迅速地席卷而下 这 什么 坠星天尊变色 急忙后 但是这雷蛇依旧是迅速而来 直接轰在了坠星天尊的身上 呼的一声 坠星天尊口吐鲜血 狼狈后退 眼神惊戒竟然是被这雷霆给轰伤了 远处 很多人都变色 这是什么雷戒啊 也太恐怖了吧 连天尊都能伤吗 须致 天尊境界的强者早就已经凌驾天地 怎么会被这一般的雷戒做伤害呢 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为连普通的天道本源也是无法镇压他们的 这雷戒不凡 这是他们心中的唯一念 轰隆 此刻 无尽的雷霆落下 骨骸秘境化成了一片雷霆的海洋 电芒汹涌而下 雷霆如潮 震遂一切 至圣窝 天地间黑茫茫的 轰隆的一声 雷声几乎是要打穿人的耳骨 粉碎人的灵魂 接连天地 浩瀚无法 像是九天雷河清洗而下 似有千万星辰砸落下来 虚空都被打炮了 破败不堪 但是很快地会被淹没 因为雷光太直升 四目的雷电充斥在了每一层空间 这场景太吓人了 甚至连骨骸秘境的黑暗玄风都在这雷霆之下直接粉碎 滚滚的雷霆将秦晨给吞没了 那小子该不会死了吧 看到这恐怖的雷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先前的雷光连坠星天尊都能击退 秦晨一个真龙族的小子怎么可能活下来 金龙天尊 这就是你想守护的家伙吗 你以天而行 你看到了吗 他直接化为灰飞了 轰离之 大雷惊世 黑电如愁 汹涌澎湃 这是一片雷电的世界 可毁灭万物 人们心中惊惧 毛骨嗦 骨骸秘境中 坠星天尊几人疯狂大笑 不会的 金龙天尊怒吼 盯着那无尽的雷霆 漆黑雷霆淹没一切 形成一片恐怖的禁忆 纵然是远观 都是无比的恐怖 人们难以想象雷海之中的秦晨 在经历着怎样的劫难 纷纷睁开了神目观看 却是什么都看不到 漆黑的雷霆淹没了一切 一个个毛骨送人 这雷霆怕是天尊都能灭上 金龙天尊盯着雷海 神色不甘 哼 没有什么不会 金龙天尊 这种时候 就别担心你真龙族的小子了 我看还是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孤山天尊他们走来 五大天尊分别占据了五个位置 一道道流光不断地轰向了金龙天尊 令金龙天尊不断地伺候 突然一场 虚空之中有龙血绽放 金龙天尊最终还是扛不住 一个人独占五大天尊 强如他也有些扛不住 此刻 无尽漆黑的雷海中 清晨皮开肉绽 身体一片的焦黑 澎湃的血液在流淌着 承受了难以想象的伤害 他虽然是被重创 但是却是气血冲天 没有一丝的颓摆 反而是仰手向天 奋力地抗击 洪荒祖龙和血河圣祖惊骇着 这雷霆太恐怖 连他们也都有些心境 若是常人 恐怕一道雷电下来 都会成为截灰的 秦晨却在一片漆黑的 雷霆汪洋之中抗争 轰隆的意思 又是一片雷潮 无比的智力 将秦晨埋在了下方 也不知道有多少雷电 打在了他的身上 赤色的血液似箭 骨骼嘎嘣嘣嘣地作响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头 突破帝尊 为什么遭到如此雷气啊 洪荒祖龙都有些懵 为秦晨担心 但是秦晨却知道 这雷霆 并非是因为他突破帝尊而来 当初突破天尊 就曾诞生 只不过 他当时在万象神葬 此等雷霆不曾轰露而已 而今 这雷霆一同降临 扑地上 秦晨被轰飞了出来 浑身鲜血淋漓 骨茶子都出来 模样太过渗人了 这小子不会被雷霆打死了吗 洪荒祖龙请问 不可能 这事 冤魔之主 确实眯着眼睛 主人可以被任何力量轰杀 但是绝不可能被雷霆给红上 哦 洪荒祖龙 和血和圣族 纷纷看过来 看到冤魔之主 那笃定的眼神 若有所思 难道 轰那一声 此刻雷光闪烁 强大如秦晨的肉身 也是破败不堪 都快被打穿了 许多伤口都露出了骨头 赤色的血液流出很多 但是 秦晨身上的气势 却是越来越深 哈哈哈哈哈哈 秦晨在雷劫之中大笑 因为这雷霆之力 给予他的 不仅仅是压制 更是一种蜕变 雷劫降临 令得始终压制 他的那股天道之力 在某一瞬间 有了松怒 突破 地尊 轰的一声 秦晨的身体中 滚滚的地尊之气 萦绕而出 混沌世界中 大量的混沌本源 涌动而来 并且一颗颗的 混沌果实 飞掠了出来 一颗 两颗 五颗 十颗 一颗颗的 混沌果实 被秦晨吞了下去 直到是秦晨吞下了 18颗混沌果实之后 才最终停下了吞 然后就是天道远果 一颗 十颗 二十颗 足足三十六颗 不同属性的天道远果 被秦晨吞吞 接着 是一条条的 尊者圣外 万云帝尊 他们的帝尊本源 混沌世界中的 鸿蒙之气 轰隆一声 秦晨灵魂海中 混沌弥漫 一株青莲摇曳 并且 灵魂海中 一道道的雷光 浮现了出来 混沌中的青莲 在雷海之中 沉浮 这个场景 太恐怖 蕴含天地大道 突破了 大人突破了 红荒祖龙 血河圣祖 冤魂之主 都是兴奋的激动 连那烈阳神龟 也在幽冥星河之中 兴奋的游户 整个混沌世界 在秦晨突破的那一刻 也隆隆轰鸣 有了蜕变一案 当所有的力量 凝聚在一起的时候 轰隆一声 一股惊人的气息 从秦晨身躯上 散发了出来 这股力量极其的恐怖 几乎是可以让天地 直接翻转过来 变成天朝下 地朝上的味道 老天 都被秦晨这股气息 给踩踏到了脚底下 被困在雷劫之中的秦晨 突然一下 睁开了眼睛 双眼直接 洞穿了虚空 可以把整个时空 都给逆转过来 任何人 都无法阻止 我前进的脚步 是我这场 你我这王 一股股来自 混沌中的天音 从秦晨的身躯之中 散发出来 这混沌天音 超越了大道之外的气息 噼里啪啦的 秦晨睁开了双眼之后 一抬手 所有雷霆 全部融入他的身体之内 这些雷霆之力 被他的混沌世界所吸收 被他雷霆血脉吸收 无尽的雷霆 从外界的虚空之中 进入到了混沌 在混沌世界中 演化出了一片雷霆的海洋 无穷无尽的帝尊气息 从秦晨的身躯之中 散发了潮 虽然秦晨突破的 只是帝尊 但是在这一刻 却有一种 类似于天尊的气息 迷茫 甚至比天尊突破 都要可怕 这一次 万象神葬 秦晨得到了 无数的好处 吸收了大量的能量 却是始终无法突破 但这一刻 他终于是 走到了这一刻 帝尊 并且是滚滚的力量 凝聚入秦晨的身体内 令得秦晨的修为 在跨入到帝尊境界之后 还在飙升 帝尊初期 帝尊初期颠覆 帝尊中期 帝尊中期颠覆 轰隆的一下 无穷的力量 进入到了秦晨的身体中 秦晨的修为 不断地攀升 终于在帝尊中期 颠覆层次停留了下来 距离帝尊后期 也只有一步之遥 混沌世界 重新凝聚 秦晨大手一抓 滚滚的力量降临 进入到了混沌世界 刚刚蜕变过的混沌世界 也得到了提升 混沌世界中的 红黄祖龙 血和圣祖他们 也都是得到了 惊人的好处 此时此刻 秦晨感觉 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一拳之下 仿佛天空都能被烘破 秦晨每一个呼吸 都感觉到自己 根本不受 任何天地规则的束缚 在自己的领域里 想随意改变什么 就改变什么 凌驾真正的天道之上 可以肆意地更改规则 本来 脱破尊者 就能凌驾天道 但是在万象神葬中的秦晨 并不能很好地 感受这样的力量 而现在 秦晨清晰地感觉到 并且秦晨的命运之道 推算能力 也达到了一种 谁都无法比拟的高度 一眼就可以看穿过去 未来种种之事 所有命运 动车无垠 这次是自己的一个劫难 他此时此刻 他冥冥之中感受到了这么一个讯息 知道了自己这一次的危机来源 是一场劫难 过之 会变 若是无法扛过 那便灰飞烟灭 轰隆一声 秦晨一步跨出 无尽的雷海炸开 天空之中滚滚雷云 一下子收敛了起来 仿佛被秦晨的气息震吹 无尽的雷光一下子消失 那是什么 古骸秘境中 孤山天尊五大强者围攻金龙天尊 此时此刻 就感受到那浩瀚雷海 一下子炸开 从那滚滚雷海之中 一道身影缓缓地走了出来 这身影 如同是神奇一般 遮天蔽日 让人不敢逼时 龙尘 是那真龙走的小子 他竟然没死 滚滚的雷霆消散 所有人看着 从雷海之中走出来的秦晨 眼瞳之中 涌动出来了无尽的骇人 众人就看着秦晨 从古骸秘境 重重旋风之中走出来 目光落在了被围困的金龙天尊 以及出手的罪星天尊 等人身上 金龙天尊前辈 我来了 今天所有围攻我的人 本尊 谁都不会放 建议